咱们上午学了两个小技能 对吧 一个是复端验证 Spring Validation 一个是这个插件 简化那个get set 好 然后咱们下一个环节 不就是使用怎么样 新技能继续开发 对不对 使用新技能继续开发 好 那么这个时候 看一下啊 做哪个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 先尝试的做一下这个内容管理啊 我们这里 新增 首先呢 就是把这个 验证都弄上 对不对 验证都弄上啊 tp user的这个实现 tp user这个实现里的 check tp user这一段 不要了吧 没用了啊 删掉 好 这段把它删掉 其他没什么 然后现在是content service 是做它吧 嗯 对的啊 那就tp tp content 验证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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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gid 这个不能为空 对不对 就 ata not now 是不能为空啊 哎呀 不记得也没关系 我们就要来 怎么样 记得 就是学会要查资料 是吧 啊 我要来看啊 ata not now 验证对象 是否不为空 对不对 啊 是否不为空 对 不能为空 回到代码 啊 如果为空的话 哎呀 啊 那说明这个怎么样 哪个啊 哦哦哦对对对看错了啊 not now 刚才刚才跑到那个lambbug上面去了 是吧 这里 是不是这个 not now message 啊 就是 复级类目不能为空 是不是 复级类目不能为空 啊 title Length min 是 1 啊 不是 1 max 最大 比如说20 message 那这个就是 标题长度 介于 这就 这也 这也是不能为空的意思嘛 对不对啊 最少数一个啊 标题长度介于1到20 个字符 之间 下面就复制复制就可以了啊 复制 子标题对不对 标题描述可能多一些啊 50啊 介于50个 可以吧 50个字符之间 这个 url这个东西 链接地址 可以为空 就可以为空 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 也要看啊 这个是内容 内容点进去之后 是不是有个content啊 这里 展示的是这个内容的 内容 但是如果有超链接呢 代表什么呀 代表这个内容 在数据展示出来的时候 点击它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 跳转到别的地方去 这有什么意义呢 就这里所谓的内容 这里所谓的内容 就可能是自己的内容 也可能是什么 叫做外链的内容 外链的内容 有可能的吧 哎 你要把它当成什么呀 你比方当成新闻 那新闻的话 是不是我自己这个平台 我可以发新闻啊 发出来的时候点进去看自己写的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跳转到别人家网站啊 往外跳 对不对 哎 这就属于什么呀 外链的新闻了 对不对 明白啊 这个url是干这个事情的 所以这个url这个字段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存在url 如果存在url字段的话 怎么样 就跳转 是不是啊 对吧 跳转 否则呢 否则呢 就 对 就显示 显示内容 是不是这样子的 哎 这可以 灵活的操作一下啊 这个东西可以灵活的操作一下 唯一要注意的是这个url 如果你填了 得是什么呀 得真的是url 是不是啊 好 图片 图片 图片这个东西呢 也是可有可无的 实际上 所以下面两个可以怎么样 就也不验证啊 内容也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 也可以不验证 明白这个意思吧 哎 或者 这个 或者这样 或者内容 最起码输一个字啊 ata length 就max不写 明白吧 因为这可以组合的用 对吧 max不写不就无穷大吗 对不对 是吧 啊 max不写 那这个时候这里就是叫什么 嗯 内容 啊 不可为空 可以吧 哎 啊 补课啊 不能为空吧 啊 内容不能为空 好 然后咱们就 试一下 试一下 行不行啊 试一下 回到 tb content controller tb content controller save 这是save对吧 啊 没问题 好 点到这里 进去 这就变成了 这段又不要了 对吧 删掉 这一段 删掉 如果哪里这个验证描述不合规矩 大家觉得不对的啊 自己修饰一下 好吧啊 自己修饰一下啊 那这就是 bin validator 点 validator tb content 对吧 哎 点VR 点于validator 如果 validator 非得闹的话 就是验证不通过 否则 这里是 验证通过 OK 最后一个return不要了 验证不通过 return的就是 base result 点 fair 是不是啊 啊 validator 否则 就把中间 这一段 切进去 return的就是 base result 点 success 一个保存 内容信息成功 可以吧 哎 好 这个删掉 就行了 controller成 嗯 不用动 对吧 这个不用动 好 咱们回到 页面试一下 刷新一下啊 内容列表 新增 直接提交 指标提长度 对的 标题长度 是不是啊 指标 这上面这个顺序 你注意 它每次不一样啊 刷新一下 这个 哦不是 点提交 提交一下 再提交一下 一样不一样 一样啊 一样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它有的时候不一样 它有的时候不一样 有时候不一样 你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 好 这个 反正这么多问题嘛 对吧 好 指标题 标题 复籍类目 内容 嗯 标题 标题 哦 这是标题描述 对吧 哎 对 标题 描述 标题描述 再提交一下 标题 描述 是吧 所以我说啊 这里有的时候 它顺序不一样 你不管它啊 好吧 好 然后 咱们就 新增一下 试一下 我也不记得 我那个表单 就是写了 内部没有啊 我看一下 content form 标题 title subtitle 呃 呃 约啊 没问题啊 我们我们新增一个 试一下啊 就首页 哎 确定 然后这是 测试广告 复制一下 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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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试一下啊 提交 哎 成功 测试广告 没问题吧 哎 说明那个是 OK的啊 那个是OK的 然后 选中 删除 确定 成功 问题吧 哎 你看是不是 新增 然后就点 就点 第一个 还记住 不会保存 回来 就点第一个 哪一个 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选一个 然后呢 直接提交 不会保存在这里 是吧 对啊 啊 这个啊 这个就是 今天你们的作业啊 对不对 我还没说到 对啊 这很机智啊 对啊 这就是你们 今天的作业 我还准备说的呢 这样自己提出来 我就提前告诉你们 好 然后这个 反正咱们刚才 新增成功了 对吧 本来想说的是 这有个问题 就是这里面的字 带不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该动动脑筋啊 大家 那你不能全靠我呀 对不对 你们动动脑筋啊 字怎么把它带出来呢 对吧 先不急啊 我们先把功能完成 好 那么这个 两个问题 我这里就先 今天下午啊 我就先展示一个 我还是希望你们有点自学能力啊 咱们把这个图片 图片要上传 对吧 这问题在这啊 图片要上传 好 咱们就今天下午就等于是把这个图片上传功能实现了 图片上传功能实现了啊 咱们现在用的是 Spring MVC 它这个上传呢 其实也就和原来一样 其实是很简单的 还是用那个叫什么 之前用什么上传来着 Multipod file什么鬼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一样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啊 上传呢 注意啊 图片一 先试一下 正常是input 对吧 Type是file 是这样吧 好 回来 这里 刷新一下 新增 是不是长这样 这个呢 不好 为什么 就不够优雅 明白吧 不好看 说来就不好看 对不对 不好看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让它好看一点啊 所以咱们用什么呀 组件啊 咱们要用一些组件 这个组件呢 就使用 我在群里面啊 发过了啊 群里发过了 在这个群里有一个boot trap目录 对吧 下面有一个叫做 job zone的 我们用这个东西 我们用这个东西来做 job zone 帮助文档呢 写在常用gs插件里了啊 写在这里了 当然了 你可以上它的官网去看啊 英文版的 这个啊 好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开源的 java script cool 提供文件的 异补商传功能 也支持拖拽商传功能 拖拽商传 什么意思啊 这个图片 给往上拉 就这意思啊 图片给往上拉上去 对不对啊 就这样啊 好 然后就开工嘛 开工也很简单 是不是这个 文件夹复制一下 嗯 来到这里 这个 Static Assets Plugins 粘贴 问题啊 好 咦 等一下 修印一下 重重新复制一下啊 复制 这两个删掉 粘贴 可以了吧 啊 复制过来了啊 好 回到GSP页面 GSP Content Form OK 上传主件 也不是 那么通用 对不对 不通用 不是那么通用的东西 怎么样 就哪里用 就就就 对就放哪里 不要放到通用的地方去 最少知识原则 是不是啊 啊 好 这个 Link 这个是 有 有两个CSS 我们用这个 压缩过的啊 命是压缩过的 嗯 一个是交不送 这个复制一下 这是它的 核心CSS 但实际上啊 实际上 我们看一下 交不送 百度一下 嗯 这个 这是它的官网 这里有说 对不对 交不送GS 是一个开源的库 啊 提供什么啊 拖拽文件的上传方式 并且还有一个什么呀 图片预览功能 是意思吧 好 让它让你试一下 试一下 是不是长这样 对吧 点一下 好 说明这能上传 试一下的话 是不是得有个图片 才能试呀 是不是啊 嗯 嗯 下载个图片 图片 左面新建个文件家啊 下载个什么图片呢 下载个美女啊 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美女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挺好的 一个黄色的 可以挺好 是黄色的 是黄色的吗 这不是黄色吗 图片领寸 图片 放这啊 在这 保存一下 来不及解释了 赶紧上车啊 好 然后 有了图片以后 它说能拖拽 咱们是不是拖拽一下 你看一下 效果啊 哎 拖上来 放 哟 上上去 还打了个歌 嗯 可以可以可以 这效果不错 是不是 对吧 然后点一下 然后桌面 再再点一下 可以的吧 哎 就这效果挺好 咱们就要做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 这意思啊 咱们要做成这样子啊 好 下一步 然后它这里有写啊 它这里有写 我看 在这个安装这里 安装这里 那你呢 可能需要 它说你可能需要看一下这个什么 例子 对吧 啊 才才才能才能操作 是不是啊 对吧 你要看一下例子啊 然后呢 它让你这个 哎 反正就是往下走吧 就让你下载 哎 这个什么呀 这个gs 然后并引入 你要长成这个样子 什么意思啊 其实 其实这个 叫不中啊 它就提供了一个gs 它其实没有提供css 实际上 为什么呀 它说这个单一的吗 单独的吗 对不对 单独的gs 就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里有个example 你可以继续看 它呢 叫不中呢 没有提供 任何样式 只有一个gs 那为什么 咱们这里能 能搞到css呢 是不是啊 能提供给你css呢 是因为 这个是因为网络太慢了啊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 首先 我们要找到它 提供这个 圆码的地方 我们要找到它提供 圆码的地方 你看下面这里 走下有get level 我们点一下 它是把代码 上传到这些代码 托管平台的 咱们呢 因为这个get 这叫get啊 我们还没学 下下 知道吗 下个学期 我会教大家 如何自己搭建 get level 这么一个东西啊 好 所以我是从什么呀 我是从它的这个项目里面 把它的圆码 整个扒下来的 理解吧 给到大家的 所以就 它就提供了 那个css 但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呢 它没有css 只有gss 只有gss呢 它那个样式怎么办呢 它的样式怎么办呢 你得看它的demo 对不对 你看它demo 这里有 wiki wiki 然后这里有一个 如何设置 zm 主题 对不对 它这里有一句啊 for example have a look at this boardtrap 这就是什么呀 boardtrap主题 说明什么呀 说明它 默认就支持 boardtrap样式 但是这个样式 和它官网上摆的 那个完全是两个东西 是不是啊 所以咱们想要的是什么呀 我们其实想要的是 它官网上长的这个样子 对吧 那官网上既然有样式 是不是代表 你查看原代码的时候 这里肯定要有css呀 不然它怎么长那样呢 所以这里是不是有个 dropcss 明白吧 这都用技巧来得来 对不对 按它提供的教案 你就没有这东西的 然后呢 你能做的只是这个样子 就是引入一个 纯的dropzone.js 按照它下面的教程啊 只能提供一个 纯的dropzone.js 完了以后 你这个 你的这个叫什么 咱们的那个框架 css框架 不是用的不是strap吗 它能把那个样式 你自己套用上 然后变成它这样 它只能这样做 那我呢 又不想那样 怎么办 是不是看到它这个例子 挺牛逼的 对吧 靠这种方式来的 明白吧 所以这种东西啊 学东西是要学会一点 变通 知道吧 好 css有了 下面这个是 basical这个 复制一下 link 和粘贴 这个basical.mincss 是从哪里 我说了 是从它提供的 整个圆码上 弄下来的 知道吧 它提供给你 圆码是完整的 这个东西呢 是用来支撑 支撑这个效果的 就是 它官网上 就这个上传啊 打个歌啊 然后这歌又 再见了的那个效果 明白吧 就为了支撑 这个效果用的 好 那么我们再回来 两个css有了 是不是还有一个gs啊 复制一下这个gs 通常情况下 咱们是后台开发人员 对于前端的 这些东西 理论上 不用太花时间 去怎么样 去研究它 到底是怎么弄的啊 不用太花时间 因为毕竟我们 大量时间 还是得放在后台的 对吧 前端的东西 会用 然后做成例子 封装 放在一边 你要上传 现在开始 你看咱们现在 要验证有验证 把这个做完 要上传有上传 是不是啊 要竖有竖 对不对 那个竖型菜单的竖 不是有桃梧书的竖 要竖有竖 对不对 要那个叫什么 反正就是前端那些 什么就是那个 data gs的那个data工具类 对不对 咱们就得积攒了 这些东西 那么以后用呢 直接拿过来 直接用 直接把东西做出来 就可以了 还有模板 我们还相应的模板 是不是意思啊 明白啊 东西呢 只有第一次做的时候 花点心思 用点心 就是把它做好 花点时间 后面开始就慢慢就方便了啊 那么所需的组件已经有了 是不是要看一下这个下一趴 下一趴啊 页面需要引入的东西有了 下面就是启动 因为叫不中这个东西 其实很简单 它用起来很简单 只需要一个地步元素 然后用加把水平代码启用就可以了 那代码是长这样的 这一眼就能看懂什么意思 实际上啊 需要一个这么一个地步元素 那自己起个ID class 这个class的名字肯定是要叫JobZone的 为什么 因为它提供了CSS 对不对 这得跟人套路来啊 ID可以随便起 JobZ 我们就试一下 那就是换一下图片1这里 input type不要了 然后你看它现在要输的是ID等于JobZ class是JobZone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这样输 divsharp divsharp 这叫JobZ 点JobZone Table 你看是不是IDclass可以一起输出来 对吧 简单一点啊 写起来简单一点 那么是没拼错啊 好 回来再看一下 没问题 完了以后 这个初始化方法是不是拿过来复制一下 对 复制一下 就可以了啊 粘贴 这个时候 JobZ很明显 就是这个div的ID 对吧 放在这 不管它 那么UIL是什么 咱们上传的地址 是吧 UIL这个参数是必须的 其他到未必 所以咱们初始化其实只需要一个参数 就做成这样 就这个参数必须给 因为你上传地址肯定得提供啊 必须得提供 所以这个参数必须给 其他就是按情况来 那么这时候咱们回去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效果 Ctrl F5刷新一下 可以吧 JobZ here to upload 把文件拖到这里就可以上传了 那换句话说就是 是不是我也可以往这拖啊 可以拖吧 嗯 还真的拖上来 当然也可以点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报错 对吧 那很显然 没有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东西啊 没有这个路径 你看下面报的错是什么呀 404 红颜色的啊 你看 字比较小 404对不对 没找到 为什么 没有找到upload的那个地方吧 好 很正常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 这里 他上来默认提示的文字是什么 是 是 是英文的 对吧 咱们得要中文的 是不是啊 哎 所以 这句需要 复制一下 多号 粘贴一下 我们再回来 刷新一下 这里 刷新一下 可以吧 哎 就变成中文了 好 那么反正路径也有了 这个 也能拖了 也能点了 也能上传了 现在就实现后台就可以了吗 剩下美化 什么工作之类的 怎么办 慢慢来 对吧 慢慢做啊 好 先把上传 这个正式 把它搞定 你看 我在这里上传 我是没有使用什么呀 没有使用表单的 我没有使用表单 不然的话 是不是要在正常 以前学上传怎么学的 以前的上传怎么上传 是不是要这样上传 就是有个form 然后action 是地址 这没问题 对吧 method是 是什么 是post 是吧 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还有属性叫什么呀 啊 还有一个属性叫做 叫做什么呀 enc啊 哦 这个是不是啊 哎 然后是 这个吧 啊 对 multipart formdata 是不是这样 对吧 然后里面用input type等于fire 是不是长这样 哎 但是我们外面已经有表单了 那我肯定不想有多个表单出现 对吧 也不 也不合适 也不方便 然后我们这里就 用的 这叫什么呀 这叫ajax 一步提交 那很显然 对不对啊 这是一步提交 那 所以咱们的jup zone 是提供了 叫做 图片 一步上传 提供文件一步上传的功能 这叫文件一步上传 OK 好 继续往下看一下 那刚才这里说了 它的几个配置选项 啊 属性之类的 下面有相关的说明 比如说url 啊 比如说method 默认为post 可以改为put 意思就是说 咱们method 是默认是post 对不对 哎 就可以往上加加这个配置选项啊 也可以改成put 对吧 好 那这个不需要 因为咱默认就post 就可以了 OK 所有的配置 翻译选项 常用事件 都写在这里 下面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明白吧 这用下已经很简 我已经帮你总结的很到位了啊 直接用行了 我们只要搞定后台就行 好 服务端支持在这里 我们是使用Spring MVC进行上传 说明 其实是使用Spring MVC来接收 接收文件 是不是 来接收文件的话 Spring MVC必须有 Commons Fire Upload 这个依赖的支持 才能接收到文件 所以咱们需要增加一个依赖 Commons Fire Upload 之前学上传的时候 是不是也用了这个 有没有用啊 不知道 不记得了 是吧 好 咱们增加一个依赖 在dependencies里 Commons 这里吧 这里吧 加多一个 版本号 复制一下 Commons Fire Upload 点Wars 点Wars 这里 到了 没问题啊 文件上传 嗯 文件上传 这个东西 目前看来 目前看来 还是只需要在web里面使用就可以了 对不对 目前看来啊 需要挪的时候再说 好 我们先放进这里 PoM 放最后吧 版本号删除 这个停掉 刷新一下 OK 下一步 那么 Spring MVC 要接收上传的文件 需要Commons Fire Upload的支持 然后呢 还需要有一个 还需要自己注入一个B 这个B是什么呀 Commons Multipart 这个Resolver 这个东西 这个必须有 必须有 不然怎么样 不然会报错 不然的话你接收不到啊 也就是说 Spring MVC 接收文件上传 必须有一个名字叫做 Multipart Resolver的 这么一个 解析器 这是个解释器 对不对 还记得吧 Resolver 解释器 是不是 解析器 必须有 名字不能改 也就是说 这里长什么样 我这里写什么样 你就长什么样 你别动 回到Spring MVC 这里 是不是加多一个配置 上传文件拦截 这里就做了一个参数 其实它不止一个参数 这里是 我这里设置是 上传文件大小 10兆 10兆就是 这里说明 这里显示的是什么呀 是字节 对不对 然后算出来的 你10兆就10乘1 20乘1 24 100兆呢 就100乘1 24乘1 自己算一下 你最大你愿意支持多大 那么这是最大的 这个是不是还有这个 其他选项 对不对 这里还有其他选项 比如说默认的字符集 那这里是不是可以UTF 对 杠8 这种 明白 对吧 怎么杠F去了 就这意思 好 然后有最大的 那Property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最小的 不能超过 对不对 是吧 多少啊 好 咱们只需要设置限制什么 最大的上传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只放一个 一个 然后呢 这个值 这个值 我们之前的值全部都在哪里摆的呀 在myshop.properties里写着 对不对 在myshop.properties里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挪到把这个大小啊 挪到myshop.properties这里去框架的 那这里可以增加一个叫做web.maxuploadsize等于这个 好 回到这就变成了 到了 web. 是不是啊 哎 然后这不就配置吗 所以咱们的配置统一要配在哪里啊 要配在properties里 然后 XML里的配置是通过 placeholder 这个properties placeholder 方式把它引进来的 抖进来的 明白啊 所以配置是配置 OK 配置完了 SpringMVC之后 我们就可以写上传代码了 好 回到control了 这里就说明咱们要有一个专门用来接收上传的控制器 对不对 那这个控制器的名字就叫 upload 是不是啊 control了 这就是文件上传控制器 OK 就 目前看来就一个方法 public stream upload 文件上传 文件上传 这个东西我们是一步上传 一步上传 所以这个东西肯定是不会跳转页面的 所以上面的注解应该是什么 稍等一下啊 这里是eta controller 一定要有什么 Response body 因为一步上传 我们这里就做一步上传 一步上传 肯定不会跳转界面 所以消息肯定是以什么呀 json格式回去 以json格式回去 对不对 好 所以这里咱们就用什么来放数据呢 我们用map来 map string object map是个对象对不对 然后把map变成json 把你想要传回给 页面的结果 就由json解析器 把map解析成什么呀 json格式 请求地址 ata request mapping value 等于 upload 对 method request method 是post 是不是啊 可以吧 好 这就是文件上传 文件上传 上传的话肯定是要传参数过来的呀 传什么参数啊 一样的 还是那个什么呀 multipod file 还是这东西啊 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我现在要接收的是jobzone上传回来的 那我们就叫job 就叫job file吧 可以吧 好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参数的名字叫job file 那么从job file里就能得到上传回来的东西 那参数名叫这个是不是代表前台 前台 传的这个上传文件的参数名得叫job file啊 好 所以前台得改一下 前端得改一下 回到content form 这里 这里没有指定参数的名字 对不对 一不上传吧 参数还是要有的啊 那没有指定参数的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配置 有没有相关的东西 这里 功能选项 param name 相当于input元素的name 是不是东西啊 name 默认为fire 但我现在是叫job file 所以我需要增加一个参数 名字叫什么呀 对 param name叫做job file 是的吧 好 然后咱们回到控制器 呃 map 实群 object 这是result 结果 对于new一个hashmap return这个result 那做这种功能上来怎么办 一点一点做一点点来啊 写代码一点点来 我先看东西能不能上传来先 对不对 上不上来去一切都徒劳 好 如果他能上传上来是不是文件吗 总要有个文件名 对不对 那文件名是什么呢 点什么呀 点get 是不是这个 获取文件名啊 能打印出来就ok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步操作 理解吧 好 回到前端 试一下 启动了没有 我没启动 启动一下 启动完成了 试试看啊 这里刷新 重新登录 13456 登录 内容列表 新增 点一下 选中图片 诶打勾了 是不是打勾了呀 诶和官网效果一样了吧 好 回到后台 来了吧 怎么样 上传上来了 好 文件收到了 文件收到了之后 下一步干什么呀 下一步干什么呀 存一下是不是啊 传数据库啊 这时候不传数据库的 只把它存起来 只负责存 存到什么呀 是不是存到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去啊 对不对 存到项目里去 那问题是往哪存呢 怎么样才能访问到图片呢 我们能访问的地方只有两处 因为我们做了视图解析器 在Spring MVC里 是不是这里啊 文件视图解析 前缀是 是什么 是这个 web info views 是这个视图是那个 gsp的视图 或者html视图都可以 还有一个地方 静态资源文件 static 那个图片是不是静态资源文件 所以咱们的图片只能放到static下面 才能被访问到 gsp那个东西不行 因为你要怎么样 登录才能看 是吧 静态资源文件是直接可以取的 它没有受那些东西的限制 因为我们这里有个拦截器 拦截器是不拦截static的 所以上传的文件只能往哪放 对 只能往static里面放 对不对 是不是只能往这放啊 只能往这放的话 是不是这里要创建一个名字 叫upload的文件夹 东西往里摔就可以了 对吧 啊 往里摔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只能往这里放 那现在我要搞清楚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怎么样才能拿到我当前项目的路径 是不是啊 我怎么样才能拿到我当前项目的路径 从哪拿 从request里呢 是不是啊 你们之前学过文件上传吧 黑色列其实一样的 对吧 就多两就多两个配置实际上 就sprey MVC那要配一下就就没了 其实是一样的啊 怎么拿路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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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的点什么呀 get session吧 点get什么呀 get get servalat context 对不对 servalat context servalat上下文 点什么呀 get什么呀 real path 是 是不是长这样 有点印象吧 是不是啊 有点印象吧 没印象是吧 没印象算了啊 没关系 啊 再运行一下 对不对 试一下啊 等一下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 点一下 上传 回来 打开日识 看这里输的什么 地盘 我的公司家 哎呦 是不是到webapp了 在webapp下面吧 哎 我当前运行的确实是在webapp下面 不是 是在这个目录 我当前运行 我这个项目正在运行吗 我又没有部署 我是在本地 对吧 好 也就是说现在 根据这个real path的根目录 我反斜行不是根目录的意思吗 real path的根目录 是在这个webapp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啊 那也就是说我只要我想存的话 就要存到 存到static的upload文件夹下 是这意思吧 哎那我现在需要一个完整的文件路径 我现在需要一个完整的文件路径 那这一段是要保留的 这个删掉 这一句先删掉啊 那我要定义一个strewn 一个file path 是不是文件路径啊 文件路径等于这个加上什么呀 不是不用加 这直接写就行了 是不是static啊 然后是 upload 对吧 那其实前面是根目录找到了 我现在只是想把文件放到这个目录下 这个就是文件存放路径 在这里 有了啊 有了以后 那这里上来的时候 一开始是不是没有upload文件夹啊 没有upload文件夹会怎么样 他会报错的 对吧 是不是啊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 没有文件夹我需要创建文件夹 有文件夹就算了 对不对 所以我要创建文件夹 怎么创建文件夹 是不是定一个file啊 new一个file new一个file 然后把这个 是不是路径传进来啊 file path传进来 这是个路径 判断一下吧 如果file点 不存在 是不是啊 这是存在 exist是存在 不存在file点 创建这个文件夹 创建这个文件夹 对不对 哎 好 判断路径是否存在 不存在 则创建文件夹 没问题吧 咱们可以下个断点 再试一次 这里打X了 重启一下啊 重启一下 你就记得啊 你写的时候要怎么样 首先这个 上传文件你的思路要明确 对不对 第一步 先能拿到文件 第二步 你看你想把它放哪里 想放哪里的话 你就得得到什么呀 那个路径的准确位置 因为你又不知道路径在哪里 是吧 你得获得通过程序来获得 你要存放的路径的准确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呢 文件呢 它是个流 你要写进去的 要写进去的话 我想放到哪个文件夹 我肯定要有那个文件夹 没有那个文件夹 我就得创建 不然就算了 对不对 然后有了文件夹 我再把这个文件流 写到文件夹里 基本上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啊 还有些什么花里胡哨的自己在想 对吧 基本上大功告成了 好我们回来试一下 这里下了断点 我们看一看啊 13456 内容 新增 点一下 走 你看它会卡在这里 对吧 断点进来了 下一步 下一步 是不是呃 文件名 没问题啊 判断 路径 file path file path 在哪里 我们看debug这里 file path 是的吧 static upload 可以的 走 存在吗 显然不存在啊 创建 对吧 好结束 web app static static下面 应该有一个 upload文件夹 对不对 来了吧 自动出来 自动出来的呀 是不是啊 创建成功了 对吧 一眼就看出来了吧 一下就创建成功了 创建成功之后 咱们的图片是不是往里摔啊 图片在哪 图片在 job file 就是这个 什么 multipart 这个file里面 对不对 好 将文件写入目标目录 怎么写啊 它是个流嘛 对不对 所以file 要new一个 等于 new一个file 就是文件的路径和名字 你先把这个空间看好 你看 newfile是什么意思啊 是新建文件的意思 对不对 新建文件就代表你会把这个空间 开辟好放在这里 对不对 开辟好放在这里 剩下是什么呀 是把流一个字 一个字往里写啊 把这个空间写写写写写写 写多少就多少 这个文就写完了 写完了就能读了 对不对 往里写 那么路径和文件名写给到它 路径是什么呀 路径是file pass 文件名呢 是 是不是这里得到的呀 哎 好 那么我们这里就加多一个 呃 文件名 文件名 死群一个 file name 暂定为这个 是吧 可以吧 好 文件名 这句删掉 file name 路径有了 文件名有了 是往里写啊 哎 这时候你想的是哎 我要得到那个流什么的是吧 不是的 这个很简单 就是 字节一个一个一个往里写那个功能 不用你写了 所以对吧 不用你写嘛 对吧 超简单啊 好我们是不是再 再试一下吧 再试一下啊 所以 所以为什么咱们要用死不容易啊 他帮我们简化了好多好多东西 你根本就不用去考虑那些的 对吧 赶紧完成业务才是最重要的 upload 怎么样 来了吧 很棒啊 对吧 很棒 好我说你 我说比如说我这些话里胡哨的东西啊 比如说你 你有这个 什么 哎呀 就是上传的时候 不是能得到这个流吗 流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开一个什么东西来检测啊 这张图是不是黄色 是黄色的 就不让上传 哎就这个意思 高级的 这属于高级办法啊 好 那 我再上传一次啊 再上传一次 是不是就把它覆盖掉了呀 是不科学啊 不科学 不科学怎么办 文件名要改 文件名肯定要改 对不对 要唯一 是吧 要唯一啊好 那文件名要改 但是文件后缀 改不改啊 文件后缀不改 OK 文件后缀不改的话 那这里就直接获得什么呀 获取文件后缀 后缀 就是 file suffix 后缀 后缀是跟着文件名来的 对不对 哎后缀是跟着文件名来的 那这个啊 还是要这个的 那边还是要的啊 这就是 后缀 后缀是跟着文件名过来的 那么后缀是什么呢 是不是 file name 点 substring substring substring是什么呀 点后面那个 点 包括后面那个 对不对 点后面那个的话是什么 file name 点 last last index of 点 是不是这样 不不确定 就 打印看一下 不确定嘛 你打印看一下嘛 再上传 再上传 走 上来 dnjpg 来了吧 后缀就过来了 好 有了后缀 这个删掉 文件名变成什么呀 一个唯一的 名字加后缀 不就ok了吗 唯一的名字也简单 对 uid啊 随机的一个uid 对不对 加上 这个文件的后缀 可以吧 哎 一个唯一的 加上一个后缀 忘了一些 再试一下 走 可以吧 你看哎 多了一个 你看名字 这是唯一的了对不对 uid全球唯一的啊 好 再再上传一次 说又来一个 这样就科学了 对吧 啊这样就科学了 可以吧 很方便啊 好 咱们图片上传功能就成功了 图片上传是成功了 前端还没搞定啊 前端要什么呀 前端是不是要把图片的 啊对 这个链接要纯进数据库的 对不对 所以前面要放图片的名字 而图片名字是在后台 生成出来的 是不是啊 图片的名字是在后台 生成出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回到前端 啊不是 要看一下帮助了啊 怎么做怎么做 这里有一些事件 事件 事件 有一个success 文件成功上传后发生 第二个参数为服务器响应 这个地方是下面事件是file作为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是服务器的响应 响应不就是结果吗 那怎么写呢 这里要的是一个 下面是不是有例子啊 init function 对不对 好我们就按照这个来 这里有一个 this on success 复制一下 这是回调啊 第一个是file 没问题吧 第二个是响应对吧 那是不是consular 点logo file 看看长什么样子吗 consular.logodata 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回到这里 后台啊 回到后台 其实我只需要一个文件名就可以了 我只需要文件名就可以了 文件名在哪里 文件名在file里面是不是 好result 点put file name jobfile.get 对吧 啊不不不写错了 file点啊 是不是这个file啊 现在文件在这里啊 file.get get name 是不是啊 文件 name 好 记着啊 我们这是个map对象 打印成 jason的话 就应该是一个对象 里面有个file name 直为 直为这个uid 加这个fix的名字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回来 F12 开发者工具 控制台打开 刷新一下啊 点一下 上传 有反应吧 两个参数 一个是file 他说的那个file 一个是我们带回来的对象 file name和名字 来了吧 OK 好 OK 得到这个名字 是不是要把这个名字 放到哪里去啊 放到上面去吧 嗯 放到上面去 那这个时候回到form 这里 就是 pic pic 就是dollar pic 点value 是不是啊 等于data 点 file name 刷新一下 选择 这个大广告 测试粘贴粘贴 这个不要 这里上传 可以吧 嗯 下面不填了 这里要填一个 提交 嗯 啥意思啊 哦 抄了是吧 新增 首页大广告 测试广告 粘贴 粘贴 刚才哪里写错了吗 哦 字数超过了 哪个字数超过了 指标签的描述 指标签的描述超了 哎 哎呀算了还不管他 好 可以了吧 可以回数据库看一眼啊 刷新 带过来了吧 哎 名字就带过来了 可以吧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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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看呢 嗯 怎么看 是不是得试一下真的上传上来了 是吧 富士加地址 按照咱们这个套路就是 localhost 8080 呃 static 是吧 upload 然后 图片名称回车 是不是这样 哦 可以 没问题 那么咱们在看的时候 看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我只需要代入 我的路径是static upload 加文件名 前面这一块是不可以 可以存的 为什么 为什么前面这一块不可以存 因为你不知道你要部署到哪里的 是不是啊 对 所以你部署的地方不一样 比方你部署在某个IP变了 或者域名不一样 那你里面的路径全都得改 所以咱们不存具体的位置 是不是啊 好 那我只需要一个文件名 那我正要展示它的时候怎么样 我真的需要展示它的时候 回到 这个 List content list content list content list 我真需要展示它的时候 我是需要把那个完整的地址是带过来的 对吧 完整地址带过来的 这个怎么操作呢 这个肯定不在前端操作 这个到后台操作 后台操作 这个就是 content controller 我们先回到处了 咱们的数据是在哪里啊 分页查询这里 这里对不对 啊 好 这里的话 咱们的数据要改一下 咱们的数据要改一下 数据是从这里得来的是吧 哎 好 我们要在这里先获得 先获得咱们的这个这个分页回来的数据啊 先获得咱们分页回来的数据 tpcontent的du点啊 放这里不合适 为什么 业务逻辑成放这里不合适 我们还是得回到这里来 回到这里来 拿到这个数据再contrure了展示成 因为我是要把这个链接地址展示拼装成那个路径的对不对啊 拼装出来 好 所以这里应该是page info.get data.vr tbcontents 然后呢 然后我要修改修改里面的值对不对 tbcontents.for content.set setpic setpic的时候啊 那先先set吧啊 我只需要传入的就是static upload 那个东西就行了 我只需要的是static upload 那么当然了如果说不想在我先这样处理一下不想在这里处理我们在上传的时候处理也可以 那实际上这个名字就应该是 是不是static啊 upload 呃 目录 加上 这个 我写错了 set啊 content.setpic 这个 这个 加上什么呀 content.getpic 处理 处理一下 是不是这样 对吧啊 处理上传的文件名 回来 回到前端 刷新一下 图片 图片 图片啊图片一图片一啊 图片一 哎 你看这个路径好像是对的吧 点一下 来了吧 是不是能点开 好然后这样的话你说这个 你为什么你这样每次读还要便利一下也也也不科学对吧 那咱们是否可以上传的时候处理一下呢 其实也可以我们就把文件名变成什么呀 是不是这一段 对吧 好那两次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常量吧 private static final 什么呀 file pass 是不是啊 upload upload pass final string啊 upload pass 等于 这一个 粘贴一下 加个反鞋钢在这里 那这里就是 upload pass 这里就是upload pass 加上file name 是不是再回来再试一下 新增 点一下 上传 上传 试试看 可以吧 对啊 好 再选一个 复制 粘贴 粘贴 这个先不填了 这个填一下 提交 提交 提交完了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链接 是不是变成了static upload static upload 说明 刚才那是生效的 所以咱们的controller 这一块就可以 不要了 content controller 这里 这里又可以还原了 是不是啊 有多种处理方式 对不对啊 展示一下啊 有多种处理方式 刷新一下 最后一个 嗯 图片一 对了吧 那打开好 上面一个查看 就不对了 是吧 上面一个就404了 是不是啊 这就搞定了啊 这就是什么呀 图片上传 那么 就现在大家先把什么呀 就几个事情啊 今天留了几个作业 我这有几个作业啊 第一个是实现图片上传 第二个 详情这一块 详情这一块要用什么呀 要用那个王edit做复文本 并且也要实现图片上传 对的啊 我复文本这里不得上传图片啊 明白吧 复文本要开启图片上传功能 那上传上来 这个图片上传要有 还有是咱们这个复类这里 如果我编辑的话 我点编辑的话 是不是这个字带不过来啊 对吧 字带不过来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搞定 可以吧 自己研究一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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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